由多個外傭組織聯合的團體 一共30多人在中環遮打道 和雪藏街交界請願 抗議政府帶頭歧視外傭 指外傭有份服務社會 應該和香港市民一樣享有保障和福利 代表政府早前沒有將外傭 納入最低工資保障範圍 已經是歧視 有消息指一旦外傭在爭取居港權官司勝訴 政府會提請人大釋法 代表指做法不當 因為會影響本港司法獨立 有外傭代表認為 政府高估了會申請來港的人數 應該多了怕了 我馬上說就怕了 不是說那些那麼厲害 我覺得應該是正常的一半 他想過那一半而已 他又強調外傭留港不會轉工 會繼續做家庸工作 不會搶走其他人的飯碗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鎮賢報導